另一方面 前首相那几夫人拿丁斯里罗斯玛 早前对他涉及的12亿5000万令吉太阳能计划贪污案 申请向高庭撤销三项所汇和收汇罪名 上诉庭经过审讯之后 今天一致驳回了有关的上诉 此外 今天总算是从新加坡赶回国出席临审的罗斯玛 也透过律师为自己逾期不回的行为 向上诉庭道歉 以法官拿督哈尼巴为首的上诉庭三司 是在聆听控辩双方陈词之后 接纳控方反对 驳回辩方申请的庭令 也就是裁定罗斯玛三项表罪成立的贿赂控状 全部审讯无效 哈尼巴宣判时说 基于刑事程序法典没有赋予高庭任何权利 颁布罗斯玛所要求的撤销庭令 因此上诉庭不会考量有关的申请 开庭之前 罗斯玛的代表律师加吉星 也为他的当事人延迟回国向三思道歉 罗斯玛是在两个月前向吉隆坡高庭暂时拿回护照 前往新加坡探访刚出生的孙儿 却没有在上个月21号的期限内回国 逾期将近半个月差点被发出逮捕令通缉